撐住 马歇儿 我来救你 小哥 你是怎么打开的 我想我碰到了开关 哪个开关 就是你是够的那个按钮 你是说拉吗 不是 是按钮 那个按钮 你是说按钮 对 我是说我开关 你到底是说按钮还是开关 那个按钮就是开关 是什么开关 哦 是按钮 我懂了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秘方的来源 他们从人们的餐馆 偷走一切新鲜的东西 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秘密了 趁他们发现我之前 快走吧 我们走吧 得赶快离开这里了 我的头好晕哪 我在哪儿啊 这里好美啊 所有的东西都在转动 刚才真是一大冒险 两位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玩人们的旋转木马啊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小客 你要更加小心 你会害死我们的 你帮个忙好吧 马歇尔 我是很小心 是那条绳子卡住了 重要的是 我们把可口的草莓带回来了 完全正确 虽然在拿草莓时发生了一点小麻烦 但我们可以用它做出美味的佳肴啊 好极了 朋友们 现在让我们回家好好休息吧 但愿Tarville记得把前门锁好 我想想看 小客要我回家前做一件事 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想是 让我想想 我想是要去杂货店 但是去哪一家呢 不对 因为今天杂货店都休息 我想我应该是要摆好餐桌 清理地板 没错 但是地板已经清理过了 不对 不可能是这个 我忘了 不论是什么事 晚点再做也没有关系啊 我最好去看看 因为他记性太坏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故事 让我弄清楚 你是说马歇尔直接从人们的餐馆 偷走新鲜的食材 我要说多少次啊 他就是这样做的 但这不可能啊 人类最喜欢用捕手器来阻止老鼠了 尤其是防止老鼠们进入他们的厨房 他们就像超级秘密情报员 你该看看他们的装备 就像第七号情报员的电影一样 我现在懂了 马歇尔不但是伟大的厨师 而且还是能完成不可能任务的秘密情报员 我感到怀疑 是真的 我亲眼看到他们拿走新鲜草莓 又红又大 不像我们从垃圾桶里找到的那些 我看我们不是马歇尔的对手啊 他用的是新鲜食材 而我们用的只是垃圾食材 我们还是得试着追上他 我可不愿为了食材去冒生命危险 我不认为你们为了餐馆 该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们无法跟马歇尔竞争 因为我们无法取得同样品质的新鲜食材 你说的对 且慢 要是马歇尔突然间发现 他无法再拿到新鲜的食材 那时会如何呢 但他们的确很内行 你该看看他们的身手 我们又怎能阻止他们 也许我们能让状况更复杂 我肯定能让他们难以得手 你有什么计划 能找到猫来执行这个任务吗 我们不需要用到猫 我们只需要以鼠制鼠 眼前就有四肢能力非凡的老鼠 我真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们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计划 在社交上很不届 有些计划 用尽划 我真的不参与